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84集 又上猫去了 在路上 许清安脑海里浮现了未冤的话 第一步 你要阻止刑部驱打成招 府衙的陈府尹围观油画 左右逢源 一旦此事做时 他多半不愿得罪孙尚书 孙尚书对我恨之入骨 科举舞弊案 正好给了他报复的机会 甚至这就是他推动的 再不计 也是参与者之一 想让他善待二郎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小木马跑出了一层细汗 气喘吁吁的 终于在外城一座院子停了下来 道长 道长 江湖救急 许清安推开院门 直奔礼物 看见金莲道长安详的躺在床上 像是睡着了一般 呦 又上猫去了 火急火燎的 他见到这一幕 忍不住嘴角抽搐 有过上一次小木马爱的后踹 以及有求于人的目的 许清安没有用物理方式唤醒金莲道长 坐在桌边默默等待 三分钟不到 门口出现了一道纤细的影子 什么事 金莲道长蹲在门槛 声音温和平静 似乎已经习惯了这副模样交谈 我堂弟许清年被卷入科举舞弊案 许清安简单的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后说道 道长 我需要你的帮助 橘毛虎破色的瞳孔 悠悠的凝望 震动空气 我对大凤官场了解不够 无法给你提出有效建议 这件事你不该找我 卫冤才是正斗高手 如果正斗分品级的话 卫冤是二品 本来很焦急的许清安 听到这个话题忍不住接了下去 只是二品 那谁是一品 自然是元景帝 论帝王心术 元景帝已经登峰造极 魏冤和王真文都有望正斗一品 但他们理念不合 政见不同 元景帝特意把两头猛虎放在朝堂上 自身真正的坐山观虎斗 有道理啊 等等 你那不是说对朝堂情况不了解吗 许清安心里骂着嘴上责问 那道长觉得 正斗有超越品级的存在吗 当然有 金莲道长抬起爪子舔了舔 正斗的最高境界 就是武力压服一切 一言九点 无人敢违逆 没认开国皇帝 都是如此 道长好像渐渐被猫的习性影响了 果然 任何生物其实是身体控制着大脑 身体分泌的激素决定了你要做的事 饿了要吃饭 困了要睡觉 渴了要喝水 金库满了要施舍给女香客 那么问题来了 金莲道长喜欢上雌猫 还是喜欢上雌猫呢 这时候 橘猫叹息一声 放下爪子 悠悠的开口 你似乎很喜欢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 并反复横跳 许青安脑海里下意识的闪过这句话 然后连忙把话题转回来 道长 我想请你帮个忙 顺着京城外的运河 往南 在城郊十里处有一片湖 烟波浩渺 两岸青山环绕 湖中荷花成片 景色极为秀丽 湖边还有催烟鸟鸟的农家 茶馆和酒楼 因为此地就在京郊 乘船便能达到 快捷方便 因此 每年春季 便有无数乘船游湖的 年轻公子和富家千金 甚是热闹 一艘精巧的绣船停泊在岸边 王思慕今天可谓是盛装打扮 穿着时下流行的广袖青纱裙 花纹颜色与底色相同 既显繁复精美 又低调内敛 妆容精致 梳着好看的发迹 乌黑绣发间点缀 金钗玉簪 完全是按约会的标准来的 可是一个时辰过去了呢 人家游湖游了一个来回 王小姐的船还停在原地 心情就很不美丽 小姐 算了 咱们回去吧 许会员不会来了 丫鬟小声劝道 是不是你们消息没送到 王思慕不接受这个现实 轻轻地瞪了一眼丫鬟 试图给许新年甩锅 哪敢呢 肯定是送到了的 王思慕待坐许久 明眸中 难掩失落 罢了 回去吧 哎 丫鬟轻快地应了一声 小布离开船舱 去船尾通知船夫返船 船夫们把毛从水里拉上来 合力地滑动船桨 绣船徐徐行进 沿着运河返回了京城 回了京城码头 王思慕进入等候在路边的马车 吩咐道 兰儿 你现在即刻去许府 就说我要去找林远小姐玩 我在这里等半个神圣在出发 小姐 这是为何呀 丫鬟皱紧了小眉头 纵使她对我无意 我也要知道得明明白白 王小姐非常恭 春围会员许新年 因涉嫌舞弊被刑部缉拿 押入大牢 这则注定将震动整个京城的大案 从府衙和刑部流传了出去 再通过六部 悄然地蔓延整个京城官场 再经几日发酵传播 届时就全民皆知了 午休时 相熟的官员 立员们 聚在酒楼茶馆等地方 讨论科举舞弊案 我就知道 白鹿书院的弟子取得会员 朝堂诸公们会答应 这不就来了吗 哎呀 这你就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了 此事绝没有那么简单 那许新年是许其安的堂弟 许其安是大奉尸魁 行路难辞等加索 要说没猫腻 我是不信的 屁话 这事件莫非就一个许其安会做事 我们读书人就不能灵光一线 妙手偶德 行了 争执这个没有意义 许会员这次再定了 不管有没有舞弊 前途近毁 我记得远景十二年 有过一起舞弊案 三名学子牵扯其中 案子查了两年 最后倒是给放了 但名声尽毁 学业荒废 远景二十年 也发生过类似案子 不过 那次是证据确凿 涉案的学子和卓考官 都被陛下给斩了 此案要是坐实 以许新年白鹿书院学子的身份 错思诱想 毫无转机的可能 你们说 卫公会不会出手啊 极有可能 那许齐安是卫公的心腹 必定求卫公出手 那卫公要是人束手旁观呢 哎呦 卫公不出手 那还有谁能救许会员啊 指望许齐安那个武夫吗 破案杀敌 他或许是一把好手 关场上的门道 岂是那区区武夫 能琢磨透彻的 接宿在固有家中的 处缘诊 无限时间 也从衙门归来的好友口中 得知了此事 三号陷入科举舞弊案中了 三号虽然绝顶聪明 但白鹿书院和国子健的争斗 属不可逆的大事 非聪明能弥补 最好的结局就是割出功名 三号不能为官 这是朝廷的损失 我听说此事是新任的诱多御史上书弹劾而起 但估摸着各党派或旁观或暗中助力 许新年威仪啊 我便是厌倦了党征才离开庙堂 自古党征伤国力 帝王修道伤气云 原证 慎言 怕什么 我早已是一介白衣 逍遥自在 我方才思考了许久 竟无法破局 除非魏冤下场厮杀 以许宁彦的潜力 魏冤应该会做出决定 不过 这或许正是那群人希望看到的 还是无法破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